大国爱心持续蔓延 立陶宛22号宣布将捐赠2万剂AZ疫苗给台湾之后 就有立陶宛的社福机构表示 最近突然收到了多笔的捐款 原本以为是几个月以来的统计数字 结果仔细一看 短短两天就有多达87笔的捐款 而且捐款人全都是来自台湾 立陶宛22号宣布将捐赠2万剂AZ疫苗给台湾 预计9月底抵台 台湾人立刻回报他们 美国非营利组织亚太经理张静人 在联署上po出一封感谢信 来自立陶宛高风险怀孕中心 信上说机构收到了87笔新捐款 原本以为可能是过去几个月的统计 没想到全都是两天之内的捐款 而且仔细一看捐款人都来自台湾 还有备注协下来自台湾的爱 台湾爱立陶宛 而且捐款持续增加当中 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感谢 一方面觉得很暖心 然后同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兴奋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想说 原来我们真的是把钱给到对的地方 把我们的回报给到对的地方 张静人多年生根非营利组织 直言看到台湾人如潮水般的爱河捐赠 真的很感动 他们都是通常最需要 然后又比较没有那么被注意的一群 搞不好这一两天里面的成果 就超过他们过去 搞不好从年初到现在的总和了 立陶宛的高风险怀孕中心专案 主要服务经济状况不佳 或身心条件欠佳的孕妇和婴儿 这次收到台湾的感谢捐款 目前已经募得六成经费 跨过援助的暖心举动 让爱心涟漪持续蔓延 记者综合报道